首先我先聲明,我本身不是醫生 所以呢,我們現在從事的研究是一個非臨床 非臨床的研究,希望盡快進入臨床的研究 但是呢,暫時來說,這個研究出來的結果 其實是希望將來的時候可以應用在病人大講的時間 可能也挺長的時間 那麼大家,剛才聽到陳醫生講的 都知道這個就是我們的腦 OK?這個大腦的 那麼主要呢,當它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比較有困難的復修 那麼當然,醫生有很多臨床的方法可以幫助病人 也有一定的藥物治療 還有一些方法可以減輕病情的 但是如果要完全治癒神經系統方面的病的話 我們是要從腦的結構和損傷那裡入手的 那麼主要呢,大家看看這個就是我們研究方面 其實很多實驗室都能做到的了 就是將那些神經源染了一個螢光 那麼其實給大家一個所謂的概念 一個印象就是我們主要是希望能夠復修到這些神經源的 那麼其實我們說神經退化的病呢 包括剛才我們說的認知障礙 或者是失智症 那麼其實全世界來說呢,現在我們都面對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個問題呢,就是其實現在到兩年前左右的數字呢 其實已經是超過了一億的人在全球呢 是有各方面的疾病 那麼所以呢,其實那個希望能夠發掘一個新的治療方法的工作 就是我們大家的科學家的工作,醫生的工作呢 其實是很迫切的 那麼最重要的一點呢,就是其實那個老年人的比率是越來越高啦 那麼因為我們的醫療的系統越來越好啦 那麼所以,就是,香港其實是全世界最高壽命的地方之一的了 就算不是最高也是之一的 那麼當然有些數字是最高的了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如果我們根據政府的統計呢 如果我們去到2054年呢 其實那個65歲以上的朋友呢 就是我們的老友記呢 其實就已經超過30%的 那麼所以,換句話說呢 如果你看到 如果在座在這裡 當然有一部份是老友記啦 但是比較年輕的朋友的話 到我們說的是大概30年之後的時間 30多年的時間 其實就已經是三分一的人口 可能是已經超過65歲 那麼所以呢 就是整個人類的壽命一直延長的時候 那麼當然我們要面對一些退化病的影響啦 那麼這些退化病的影響 不多不少都會跟我們生活有關係 那麼我也都希望在我們 就是我們的團隊做到的研究 或者全世界科學家做到的研究 我們就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能夠治癒到這些病 那麼其實我們所謂的那些 退行症或者退化性的病呢 就包括了很多種 那麼剛才認知障礙啦 剛才陳醫生已經說過啦 那麼另外是柏金信症啦 柏金信或者柏金心症啦 那麼這個也是很大的影響 因為這個是一個運動障礙的病啦 那麼另外呢 就譬如Huntington 那麼當然這個比較少的香港 但是也是一個運動障礙的病啦 那譬如肌肉萎縮症啦等等等等 那麼就 認知障礙,剛才陳醫生已經說過啦 那麼主要是因為呢 腦裏面有一些不同的蛋白呢 有一些壞的蛋白呢 是跑了出來的 那麼這些壞的蛋白 令到那些神經細胞退化的 那麼出名的患者呢 就當然是 高坤教授啦 那麼近這幾年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的情況的啦 那麼呢 這裡我就不再講了 因為我剛才陳醫生說得很清楚啦 那麼就 拍甘信症呢 主要是腦裏面呢 我們有一塊地方呢 叫做黑質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部分 那就是在中腦的部分 那麼這個黑質的部分呢 當它是 就是 衰退了呢 那些神經細胞死亡之後呢 那麼它就會產生了 拍甘信症 裡面很多 就是比較明顯的病徵啦 那就是跟動動呢 運動呢 是有關係運動的 意思是不是 就是做運動的那些 而是呢 我們走著上來 動動啊 肌肉的活動呢 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麼呢 其實我們老波基金呢 都舉行過很多講座呢 是關於治療 還有現在現今的方法呢 去怎樣去幫助 柏金信症的患者的 那麼在這裡我們 就是 賣個廣告 我們將來都會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由醫生去主講的